下一頁嗎?還是要開始了嗎? 希望于环境的目标 在时用英语口中上 发音就是让对方理解你所了达的关键 我自己来制作一个帮助台湾人学习英语的APP 想想你有一个英语为母语的朋友 然后全天后 stand-by 你可以随时随地去喊她 咬她脚 首先他会将你询问的单字便宜 或句子用因此我没什么发意 然后利用人工智慧AI 用人工智慧的发音 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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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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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或企業高官的AI朋友,那位母語是英語的朋友,並成為他們同網流理英語的秘密武器。 此外將個政府選發將學保行活的知識最終停止他們的成績起義。 Hey Nick, do you still remember how to say Fantasmagoric? Fantasmagoric. Fantastic. Yes. How about encryption and authentication system? No, no.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台灣政府最久2030年實現轉移國家的目標,我認為現在是利用人工智慧來輔助法醫學習的好機會。 這將漸進教室的壓力,同時提供聯繫想孩子學習的機會。 這個App的英語,自古也可以在之後無重無核英語堅定標準。 謝謝Jason。 謝謝Jason。 還有謝謝旁邊這一位。 感謝配合配合演出。 好,那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